大家好 我是陈寗 苹果呢 终于推出了 iOS 14 的正式更新了 所以你只要打开你系统设定里面的系统更新 他就可以直接更新了 不过呢 这时候你会犹豫 因为网路上呢 有很多很多人说 iOS 14 怎么样不好 怎么样不好 怎么样不稳 但其实呢 我自己更新了之后 我觉得 没有不稳啊 而且新功能超好用的啊 所以呢 我是觉得啦 这个当然不稳了 我们后面会讨论 今天影片后面会告诉你 这如果不稳的话怎么处理 可是呢 整体而言呢 这iOS 14 呢 我是认为呢 该更新就要更新 不然这些新功能呢 你都体验不到 那不是太可惜了吗 而且呢 其实有很多新功能呢 你会觉得不好 是因为你不会用 所以呢 今天这影片呢 我就把几个 我觉得很棒很棒的新功能把它挑出来 然后呢 实际用这手机操作给你看 这样子呢 你也就知道这iOS 14 到底有什么更新 那用起来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发挥他最强的效能 今天就讲这件事情 那开始之前呢 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并且打开铃铛 打开通知 按赞加分享 有任何问题想法呢 下面留言 那我们就开始了 现在呢 我就用这只手机呢 直接操作给大家看 那这画面呢 就会在旁边 有任何问题呢 直接下面留言 我们再来回答 我们直接看这个 首先呢 第一个要讲的就是这一次 他有一个UI 的大改变 他可以把小工具呢 拿到现在放APP的这个地方来 过去呢 我们在用手机的时候呢 往旁边一滑 这里会有这Spotlight 有一个搜寻 下面会有这些小工具 那这小工具呢 我们很熟悉嘛 因为他可以制定 你按这制定的时候呢 就可以增加一些小工具 比如说 像我要加这个机器汇率 那加了之后呢 他就会显示在下面 可是呢 以前他就只能放在这里 现在不一样了 你可以呢 直接在这里按这小工具 然后呢 加一个比如说这个 时钟 我要这个时钟按加入小工具 你看 这就有一个好大好大的小工具 放在这里 有没有 看起来就像Android的手机一样 完全呢 就是让你的iPhone Android化 但是呢 我不是很喜欢这功能 因为他会挡到我的Saber 所以我从不这样 你会发现我的这手机 这个Home的这个画面都非常简洁 因为会挡到人 所以呢 我是不用的 那另外呢 还有一个就是他有一个APP资料库 下面呢 你看 这个地方可以我们快速地滑到最后面 那我们再滑过来 这个东西叫APP资料库 什么意思呢 他会帮你把这些APP 通通把他整理在一起 比如说这有一个社交嘛 里面就全部传讯息相关的 点开就会把APP全部展现出来 就像现在这个样子 看起来呢 超像Android 所以呢 你说iOS 14 这个UI到底什么改变呢 我就说呢 他其实就是把这个iPhone 变得更像Android 就这样子 那你看 这工具程式 有没有 点开有没有像是 这Android 可以点了下面那个APP的 那个按钮之后跑出来的样子 我这真的是 有够丑的 所以呢 我还是维持原样 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讲 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喜欢这小工具 比如说呢 像你就喜欢那时钟啊 有没有 把他放出来 那怎么使用呢 再操作一次给大家看 首先你随便找一个APP 按久一点 然后呢 这里有一个编辑组画面 按他之后 就会有这样呢 他全部APP都开始抖动 这我们很熟悉嘛 接下来呢 左上角多了一个加号 按一下 这里面呢 就有很多小工具 比如说我现在就要在股市 按他 然后呢 这里可以挑界面 你是要大的勒 还是小的勒 要宽的呢 比如说我要这个超大的 好 那我们就按加入小工具 就有一个超大的画面就放在这里 都完成之后再按完成 好 有没有 这个 城市的这个APP 这个小视窗呢 就一直留在这里 但是呢 就是看起来真的像很主意 这 不行 受不了 赶快删掉 好 这个第一个功能就讲完 这些小工具 再来呢 第二个就是新的隐私提示灯 这个 刚刚在 在看这画面的时候 如果你有注意到 你会发现 在我这个手机的这个 这是右上角的地方呢 一直有一个橘色的灯号 有没有 在这个地方就是在那个电话的那个讯号上面有一个橘色的灯号 而如果呢 我们打开相机的话 这个灯号呢 现在可以看到 他就从橘色变成绿色了 那这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 是一个新的隐私提示灯 如果呢 他显示橘色的话呢 就表示现在你的麦克风正在录音 如果呢 他显示绿色 就表示呢 现在你的摄影机正在运作 所以呢 如果你开了那个Facetime的话呢 他那个就会变成绿色的 那为什么要这样呢 如果你有Mac 的话 你应该知道 就是你Mac 上面呢 像这个电脑萤幕上面呢 有一个那个摄影机嘛 那摄影机呢 打开的时候 他不是会亮个绿灯吗 他就告诉你 这摄影机正在运作 这是避免呢 有那个App 正在偷拍你 或者是偷录你的声音而不知道 那这种App 很多 之前呢 大陆不是有一支手机 他那个镜头啊 就是在打开视讯镜头的时候 这个镜头才会升上来嘛 结果呢 他在用那App 的时候呢 每隔一下 那个镜头就会升上来一下 才发现说 原来这个App 会一直偷拍自己 可能我这一边洗澡一边玩这App 然后自己都被偷拍了 都不知道 所以呢 现在呢 苹果就增加这一个功能 就是他会有一个橘灯或绿灯 只要这个App 现在取用了你的摄影机 或者是麦克风 他就有一个灯号提示你 所以呢 如果你很在意这件事情的话 你要记得 就看 他现在呢 上面有橘灯或绿灯 有绿灯呢 只有摄影机在偷拍 这样你就不需要再用贴纸 去把他这个镜头把他贴起来 然后你看看起来很丑也很脏 可是呢 你可能会担心说 他会不会偷偷在运作 我不知道呢 如果是Android 我不敢说 可是呢 iOS呢 这苹果这种非常严格审核的情况呢 这种情况通常是不会发生的 这也是为什麽很多 公家机关呢 或者是像之前看美国的军队呢 他会要求要用iPhone 就是因为 iPhone 在安全跟隐私这一块做的还是比较好的 所以呢 这个新的这隐私提示的呢 可以说是这隐私 非常重视的人的福音 你再稍微注意一下 这是不用预设开启的 你平常你只要更新到iOS 14 他就存在那边了 好 再来说第三个 这个呢 其实是从iPad移植过来的功能 iPad 原本你在看影片的时候 比如说你现在看一个全萤幕的影片 可是现在我又要同时打报告 那你就把这个影片 你先播放 然后按有一个小按钮 按下去之后 他会把画面缩到右下角 那你就可以一边打报告一边看那影片 那以前iPhone 是不等这样子的 但是现在可以了 怎麽用呢 现在 因为这个iOS 14 刚更新而已 所以YouTube 不支援这功能 所以我就用这个 苹果的官网来示范给大家看 之后呢 等这个YouTube 的 App 更新之后 我想就会有这功能了 因为Google 的 App 更新都比较慢 毕竟是Google嘛 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怎麽用 这是这个Apple Watch Series 6 的广告影片 那我们就按这个 中间这裡播放影片 播放之后呢 可以看到 他这也不是就开播放了吗 对不对 在左上角有一个 这个有一个小箭头指着右下角的这个按钮 我们按下去 他就会把画面呢 把他挪成一个小小的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算退出 退出到这个地方 你看他还会持续地播放 那我们开个网页 比如说开这个宁可好物商城 你看我想要一边购物 一边看影片都可以 有没有 我想要看个插头 点他 那下面还可以继续看影片 非常方便 那另外呢 这个功能 他不只是用在这个地方 如果说你正在打视讯的话 比说你用FaceTime 跟你妈在讲电话 可是你有想要查个资讯给他 过去呢 你跳到Safari 的时候 他会变成就是 那个你妈妈那边呢 就会变成暂停 可是现在就不会了 他这个画面呢 就会一直停留在这个地方 然后等一下你再点那个画面 他就可以再回到全萤幕的视讯 所以呢 这个功能呢 可以说是 就是帮助我们说 以后要看那影片 又要同时工作的时候 比较不会麻烦 那另外呢 还有一个 就是说 这个你在操作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们不是会有人打电话来吗 打电话来的时候 你这个不是就会整个画面把你盖住 然后你想要看个网页都不行 现在不会了 现在打电话来的时候 就是变成一个小小的视窗 出现在这个 这个听筒的下面 小小的这样子而已 所以 大家更新到IOS 14 可以自己试试看 大概是这样 再来讲第四个 第四个呢 就不是普通那样的功能 而是他多了一个APP 叫做翻译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翻译呢 他有两个做法 第一个呢 是你可以用打字的 第二个呢 是可以用 讲的 那这个呢 你会想说 这有什么算什么新功能 Google 翻译不是就有了吗 是这样说没错 可是我觉得呢 这个Google 翻译呢 是靠广大的网友 不断地去玩他 不断地去玩他 把他玩得很厉害 可是呢 这个苹果呢 他自己做 还可以做到不错的效果 而且这Siri 辨试也做得越来越好 我觉得还是蛮好用的 毕竟是苹果原生的嘛 我就觉得好用 这个就是信仰十足 那怎么用呢 很简单 我们先讲 比如说像我现在用这个中文跟日文 那他现在呢 他还没有台湾的中文 所以就是中国大陆 那有什么差别呢 我自己实测了 有两个 第一个呢 如果他写中国大陆的时候 他打出来的字是简体的 这没差啦 我们看得懂就好 第二个呢 咬字要比较清楚 他比较听得懂 大概就差这两个差别 不过没差 还是可以用 我们怎么用呢 我们现在就这样 这个选好中文翻译成日文 那我们就点他 请问厕所在哪里 然后他下面就会写这样子 你看连这个あの都出现了 因为我讲了请问 你不要讲请问 他就不会这样 那你要播放的时候呢 就按他 就可以这样播放 咦 太小声了 我们再播一次 那咖啡是哪里 就像这样子 太小声了 没关係 反正他就是会讲 那另外呢 如果说 你想要把这个字 因为可能在商场太大声 对方听不到 那没关係 我们就把他拿成横的 他就会变成像这样子 这样子 那如果说这样还是太小 按这个全屏幕就会变成这样 你就直接拿给他这样 那他看懂了呢 然后他可能就会跟你 接着呢 他就会跟你讲一长串的日文 然后你全部都听不懂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把这个 日文跟中文交换 然后呢 让他 就是 让他去讲给你听 这样比较简单 那这样子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个呢 就是 他有字 他可以用打的也可以用讲的 输入上比较方便 你如果去买那些什么翻译笔 都要用讲的 又听不懂干嘛的 可是他可以打又可以用讲的 就非常方便 第二个呢 他双向翻译 所以呢 有的那种 那种翻译笔 他不支援双向翻译呢 那这个就会方便很多 再来第三个呢 就是 这个 他可以离线使用 你有的时候会担心说 我对他讲一堆话 要是这个话被传到苹果去了 我不想要 怎麽办 或者是我去国外的时候 然后没有申请网络 他不能用了 他就可以让你离线使用 那他目前呢 里面支援的这些语言 他会告诉你 下面这里 有没有 他告诉你可用的离线语言 有哪些 你点了之后 他就会把这语言下载下来 下载完之后呢 你以后叫他翻译的时候 他就不会把这些内容再传到苹果那边去 他就会直接在你的手机里完成翻译 那没网络的时候也可以使用 大概就是这样 这一个新功能 那如果说你觉得还不够好用呢 等iOS 15 应该会更好用 就跟Siri 一样 那再来呢 第五个要讲的就是Siri Siri 呢 这已经出好久了 不过呢 以前在用Siri 的时候 他一定会给你一个全萤幕的画面 就是把你的整个画面都盖住你就觉得很烦 可是呢 现在不会了 Siri 呢 你就这样打开 像这样子 有没有 看到下面有一个小发光球在那边发光 这就是Siri 那他现在呢 Siri 他不会再整个全萤幕 所以你在做任何工作的时候呢 他都不会再去干扰你 那我们现在可以试试看 你好 结果他没听懂 Siri 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看讲还是要清楚一点 你看他根本没听懂 不过没关系 我们还是讲复杂一点的好了 翻译 日文 厕所在哪里 你看他上面就翻好了 这里就可以直接讲了 对不对 就是这样子 现在Siri 就是这样 他不再会要求你全不全萤幕 那这其实也是iOS 14 的一个特色 就是他不再讲求全萤幕这件事情 他的多工呢 可以做得比以前更好一些 他可能会说 这不是Android 就有的吗 可是我们用的是iPhone 所以Android 有关我们什么事呢 这也是我一直的看法 而且呢 通常一个功能呢 在Android 使用的时候都会比较不稳一些 当然 是见仁见智 但在我用上就是这种感觉 但是呢 只要他用到iPhone 上的时候 我就觉得 嗯 美败 非常好 谢祖隆恩 一直都是这种感觉 好 这个五个功能呢 简单说就是我觉得说这iOS 14 最重要的五个功能 那现在呢 我们再来讲一下iOS 14 更新的这件事情 而且iOS 14 呢 只要你是iPhone 6s 以后的手机都可以更新了 iPhone 6s 那已经好几年前了 苹果依然可以更新 这也是用苹果的好处 就是一支手机呢 占个三年五年都没问题 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强调 买一个苹果的装置 我都期许他可以用五年以上 就是因为苹果的更新呢 真的拉得很长 不会说 你买个东西过个两年就不更新了 苹果不会有这种事情 但是呢 会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呢 你在更新iOS 14 的时候呢 你可能会发现有一些游戏不能玩 那有一些人 他不是很专业的 他就会说这是苹果的问题 但其实不是 千万不要有这种误解 因为呢 苹果从 WWDC 发布这iOS 14 之后呢 他就有很多的 Beta 为什么我们之前可以安装测试板 就是因为苹果希望呢 你用这个测试板 然后去开发新的软体的更新版 比如说呢 你是这个 Google 那你要更新这个 YouTube 那你更新的时候呢 你就用测试板先去测试 那到了这 iOS 14 更新正式出来的时候 你就可以赶快发布你的更新版 那就不会有不相容的问题 所以呢 你说这个软体 在更新到 iOS 14 的时候 这个游戏或这个 App 就不能用 有一些网路银行 他就不能用了 那这是谁的问题呢 这绝对不是苹果的问题 这是你用的那一家银行 为什么不更新软体 那这种事情很常发生嘛 每次更新 你不要说 iOS 13 到 14 啦 有的时候只是 13 到 13.1 那银行的网银也不能用 所以呢 这个 是你用的那个 App 他有没有更新 你就自己看 你如果说觉得很在意的话 很简单 你可以到 App Store 里面 App Store 里面呢 每一个 App 你在用的那个 App 他下面都会有更新的日记 那你看那个更新的日志里面呢 有没有提到说 他针对这 iOS 14 做的更新 如果有的话 那你就放心更新 没有关系 可是呢 如果他没有写 或者是你的公司 有用这个 iPhone 的特别自己做的 App 然后公司告诉你还不要更新 那你就不要更新 以免到时候不相容 你工作不能用 那就麻烦 那第二个呢 就是 如果你更新之后呢 发现手机就很容易当机 或手机会变得超烫 这个呢 其实是很常见的事情 不是只有 iPhone Mac 也会 每次更新之后 电脑就出现一堆问题 那通常呢 就是他更新的时候呢 流了一些垃圾 然后造成他系统的一些问题 这个怎麽办呢 很简单 第一个你先备份你的手机 你可以把用插到你的电脑去备份 或者是买个 iCloud 空间 把他备份 备份完之后呢 把你的手机整支重置 就是选那个完全重置的那个功能呢 把他整个重置之后呢 重新装好 再把这个备份抓回来 这样子呢 通常就可以解决这系统不稳定的问题了 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很多朋友会问的 老手机到底要不要更新 其实这很难说的 因为呢 像这个 iPhone 6s 以这个 iPhone 6s 最老的手机来讲 有的时候呢 你更新 就发现 他怎么变得那麽慢 那是因为呢 新的系统呢 往往都比较肥大 而且他有一些新功能嘛 比如说 把这个小工具放在这个 Home 的这个画面上 这肯定是一个更加加重的手机运算负载的功能 所以呢 他会让手机变慢是很合理的 可是呢 苹果有的时候呢 他更新个一两版之后呢 他会再做一次小更新 那个小更新对于我们用这种新手机的人来说无感 可是 对用旧手机的人来说会非常有感 因为他会缩减一些 他的运算的负载 那反而手机用起来会比较稳 所以呢 你说新手机 旧手机呢 一直更新是不是会越来越慢 其实不一定的 当然呢 你一直更新呢 不会快过他当初原生的那个系统 可是呢 你有的时候呢 你一直更新 就每次苹果一出更新你就更新了 他反而会越来越快 这是近年来的趋势 所以呢 当然呢 你问我的话 我会建议你干脆换新手机 可是呢 如果说你真的说 我现在就不能换新手机呢 我还是会建议你更新一下 如果更新之后 你发现手机慢到不行 那就照我刚刚说的 把他重刷 通常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大家可以试试看 大概就是这样了 今天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了 那最后呢 要提醒大家 我们现在呢 这iPhone 12 的保护贴呢 可以开始预购 那iPhone SE 的保护贴呢 也正式上架了 那另外呢 iPad 保护贴什么 那是本来就有的 所以需要的朋友呢 下面呢 陈寗严选商城 直接找了就有了 我们下面的影片就有连结 你点进去 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有的 这个 陈寗严选保护贴的所有种类 大家自己看吧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最后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并且打开铃铛 打开通知 按赞加分享 有任何问题想法 下面留言 你觉得到底该不该更新iOS 14 还是你已经更新了 有什么看法 有什么心得 也下面留言 我们来讨论一下 那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是陈寗 我们明天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